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维琪 哈喽 我是苏西 大家端午节廉价开心吗 吃了多少颗粽子呢 维琪今年目前吃了三颗粽子 在湾区这边呢 真正的北部粽很难买 大部分做的都是南部粽 要不然就是一些 号称自己是北部粽 结果一打开 就米烂烂的又没什么味道 害我只好请出我们台中人的魔法酱料 冬泉辣椒酱来救救这些加北部粽 所以如果有在湾区的听众 知道哪里有卖好吃的北部粽的话 拜托推荐给我 谢谢 接下来稍微提一下美国的时事新闻好了 美国最近不太平静 除了有很多很恐怖大规模的无差别枪击案之外 还有关于堕胎权的讨论 五月初的时候呢 美国联邦大法官有一份意见书草稿 意外流出 那不知道是谁故意流出的啦 那很可能呢 会推翻由联邦政府保障堕胎权的案例这样子 再来呢 是美国最近科技业大规模的裁员 光是五月份就裁了一万八千人 然后还有一些美品公司收回发出去的offer 其他没裁员的也说hiring freeze 就不招新人了啦 那所有的创投呢 跟银行也都在预告 接下来要进入资金寒冬景气寒冬咯 反正就是整个市场气氛人心惶惶就对了 哦对了 美国这边呢 裁员不手软的 就资本主义的极限这样子 那通常裁员呢 也会给不少的资钱费 或是也会帮你找工作 会提供一些资源 矽谷这边有一个传说中的统计数据 呃就是每个人一身植牙平均会被踩两次 不过相对来说 就算被踩 你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 也不能算是什么植牙的致命伤 呃因为其中大家都会遇到还蛮正常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十几年前的电影 叫做up in the air 行男飞行日志 George Clooney主演的 那他饰演的就是一位飞来飞去的顾问 主要工作就是帮企业裁员 这部电影还不错 可以找来看看 anyway 关于这些时事呢 我本来想多说点什么 但是因为跟我们节目欢乐的调性不是很搭 最近可能只有强力代谱跟emberhood的官司比较适合聊吧 所以我决定还是算的 如果之后找到来宾跟我聊这些比较严肃的话题 再跟大家分享咯 哦不过我刚刚说的美国大法官推翻堕胎权 我上个月有写一篇文章投稿换日线 那连结我会放在本集的介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来看看围棋的观点哟 好终于要进入主题啦 上一集我们的来宾露西 分享了她在瑞士读饭店管理的生活 像是瑞士人有什么特质啦 饭店管理在读什么啦 还有她有钱同学如何撒钱跟很呛的事迹 今天这一集呢 她要接着分享她在瑞士精彩的实习生活 陆西除了钱包赚宝宝 还去了一些台湾人比较少会去的地方 像是台湾护照一般进不去的国家 Kosovo Kosovo 那就开始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会啊会啊 像我们去夜店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就是 基本上学校都去那种夜店 或不同学校都去那种夜店 就会 蛮常会有那种状况 就会直接在夜店倒下 然后就会抠学校老师说 你们学校的学生 在我们这边倒下了 或者是有人喝Kan 就会吵架之类的 都会有 听起来蛮安全的喔 居然是请学校老师来检师 不是让现场的同学检师 现场也会有那个保镖啦 对 现场检师 检师的有 然后人员没有那么好的 就会去找 就是扣老师来 请老师来处理 对 真的耶 人员不好就没有人要扛他回家 就也没办法 他会自己在那边 那15个月就是纯粹 待在学校里面嘛 然后实习就是 后面6个月才去实习是吗 对 然后我们的实习 因为Hospitality 你可以选 就是任何服务性质的 像 大部分的学生是会选饭店啦 就是你去饭店或是餐厅 就是高级餐厅去服务 然后我自己会 我是选在瑞士卖标 因为瑞士的中标很有名 就是百年工艺 然后我自己也是对这种标啊 或是就是这相关的东西 还蛮有兴趣的 对 所以我那时候是选择去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少女峰吧 在瑞士很有名的一个观光景点 然后在那个 对 三点上 卖标 就是要坐我小火车上去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有 蛮多朋友来瑞士玩 或是我爸妈的朋友 然后他们就刚好都有拍到那个景点 所以就会来跟我say hi 对 还蛮有趣 是卖什么标啊 标的话 其实就还蛮多种 像是卡迪耶尔 然后基加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基加 然后真丽石 雅典什么 还蛮多种类的 对 所以是一个综合的 它不是特定品牌 就是那个反正就表 那间店里面全部卖表就对了 对对对对 不是独立品牌 或者不同品牌的店 但是就是六个月都在那里吗 对啊 我那时候 规定实习要六个月嘛 然后 我那时候 就是选择那边 因为我喜欢表嘛 然后那时候去的 蛮多 跟我同期一起在那边实习的人 大部分都讲中文 然后大家就是相熟的也蛮融洽的 就玩得还蛮开心 所以对我来说 比较不像工作 而是一个就是 可以赚钱的一个活动 听起来好像怎么很开心啊 就很开心 这是自己找的吗 还是说是学校会有一个清单 说有这些地方 你们可以去实习 然后你们就申请这样子 大部分人都是自己找 但是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管道嘛 就可能之前的朋友有去过 或者是对会有一些消息 看哪一些饭店 比较有在缺人 然后他们哪一间饭店 或者是像表店 他的那个 薪水比较好 像我们表店 就是也是算业绩 就是会拿那个 incentive的 对 所以我那时候 因为我们家 就是除了学费之外 不会给我太多 其他的生活费 那时候我就想说 在都来欧洲读书了 所以想要在欧洲玩一下 所以我就想说 那顺便去卖表 搞不好就是可以赚很多钱 然后就的确赚很多钱 大概是我人生中 月薪最高的一段时间吧 对 OK OK 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那是你现在才26岁 你很快月薪会变很高好吗 我在说什么 他想说 那时候刚去实习 然后表一窍不同 可是我竟然一个月 可以赚那么多钱 我就觉得 最钱很容易嘛 现在就完全不是那回事 业绩目标是怎样 是 比如说你们 不是规定 就有没有一个基础 说好 我们这个礼拜 至少要卖出几支 这样 我们就是算品牌 然后跟 应该说incentive是算品牌 像假设说 要不算款式 假设是最一般的表 大家买一张纪念品的那种表 可能一支就抽五锐 就是你卖出一支 可以拿到五锐 那假设你卖贵一点的表 可能一支可以抽个二十锐 或者是用它的价格 去乘塔数 然后就可以拿到 就是你自己部分的 incentive 对 哦 所以不是说 看我业绩排名这样 因为有些业绩是说 我们 这边有那么多sells 然后你要再排名 什么前十 前五 前十 才会有奖金 没有耶 我们就是 看你卖多少 你就得多少 对 然后 因为我们那一批的 就是大家相处也好 然后 就是会不会说抢客人 然后大家 那个销售的技巧也都不错 所以 我们那时候算是 因为跟那个主管也蛮好的 到现在都还有联络 然后他们就说 就是我们那一批学生 是他 那个店的巅峰 就是 卖超级多 而且卖表像卖菜一样 每天这样一直卖 一直卖 对 那是都是观光课对不对 因为就是游客中心嘛 对 就是 还蛮多大陆人的 然后 也会有台湾人啊 美国人 或者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人 但是 那时候主要的对象 大部分是大陆人 一方面是我们那个 语言也同嘛 然后一方面 所以 所以他们才会找 就是会讲中文的人来 就是当intern 对 然后 一方面 我自己觉得台湾女生 还蛮吃香的 就是 当然他们会 哦 他们随便讲几句话 他们都觉得 哎呦 对 对 他们就觉得 哦 很相信你讲的话 然后 因为他们 大陆他们自己的 那个奢侈税 扣蛮重的 所以 在国外 买这种精品的 意愿也比较高 对 所以一方面也是在瑞士 就是表的产地 所以他们也蛮愿意 有这个意愿来话 而且你只要挑中 他喜欢的款式 然后跟他说 呃 就是跟其他款式的比较啊 或者是 为什么他必须买这个东西 他们其实大部分都会买单 然后可能 呃 随便买就是 一两百万台币的那种 再买 就是 就真的还蛮 哇 就是 营业额是真的还不错啦 对 你那时候有看就是 比如说 店里面的表 因为想 应该都是 算 就名表吧 有没有就是 大概平均价格都是多少钱 呃 我觉得蛮看品牌的 像是 Omega 应该说表 你有分不同的 等级 所以比较像是 车子一样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车子 像 假设福斯 或是 冰士尼的 价差也会很大 对 就是 表跟车的 那个概念还蛮像的 所以不会说平均 会是 大概 对 但是 不会到有那种 超级无敌贵 不会有 可能 意志要千万的表 不会 因为那个安全性过高 就是会超过 我们可以复合的安全性 对 我觉得这是 贫穷限制我的想象力 因为我很难想象 就 怎么会去一个 山上游客中心 突然间就兴致一来 想要买表 买一两百万回去 有点难想象 因为我以为就是那种 应该就是 我会去 白货 就 如果去瑞士 我要去那种 白货公司 或是 就是 山下的表 首都的表店吧 或者 游客中心都可以买 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 他 他以为游客中心 就是 也没有到那么 就是 像 台湾的那种样子 他也是 就是有 一个区域很像 长得很像专柜啦 所以 氛围不会那么 那么 对 对 虽然是 就是 开放空间 但是 也是 看起来蛮精致的 但是 一方面我也觉得 就是 他们就真的是 很有钱 就有时候 他可能 就是来逛一逛 然后你可能就 想说跟他聊个天 然后跟他讲讲话 然后他就买掉了 就 我也很意外 好开心 有钱 有钱都这么好赚 该有多好 真的 好想回到那时候的 赚钱方式 真的 那你在那边 赚了那么多钱 都拿来 去哪里玩啊 那时候我就是 我哪有 有来欧洲找我 所以我们那时候 有去 巴黎啊 伦敦 他想要去 有地方 就去 去走一走 然后一方面 我在实际 有时候 无聊嘛 然后就会约 那时候学校的同学 去Disney啊 去西班牙 买东西 买衣服什么的 然后去米兰 吃东西啊 就是 很 我觉得就是 很留学生的生活 没有说特别 要去某一些 观光景点 就是 生活啦 就是很一般的生活 这样子 对对对 OK OK 留学生生活 就是这么的平淡无奇 对 就是 古时无法 对 我了解了 我们就只是周末 就去西班牙 买个衣服啊 没错 去 吃个东西 也还好吧 机票都比 就是在瑞士的火车票便宜 有何不可能 欧洲的机票 真的是很便宜 真的 真的假的 就你挑对时间 因为我们是服务业嘛 就我们不用 仅周末或假日 所以就是很 还蛮好挑战 假设你挑个礼拜二去 然后礼拜四回来 礼拜一去 礼拜四回来 那根本没有人 要搭那么飞 就要超级便宜 然后瑞士 境内的火车票 都贵到不行 所以相对起来 真的是出国 为什么 瑞士就什么都贵啊 对对对 就是跟其他国家比 都是什么都贵 所以像我们有时候 一趟去德国 或者是去意大利米兰 你就真的是 买那些名声用品 买一买 会回本的那种 你知道吗 就是在瑞士境内买 真的太贵了 差这么多 真的假的 对 就真的差很多 但瑞士的东西 是真的蛮贵的 我自己觉得 这样飞机要多久啊 飞机 大部分是坐火车啦 就是假设去近一点的国家 西班牙或是葡萄牙 就是远一点 或是英国啊 会远一点 就会搭飞机 看你的那个 要去哪一些城市 对 是 因为就还是会觉得 搭飞机时间就很久 首先你要去机场 还要过安检 因为机场通常都不会很近 就是你还花一段时间进程 其实还蛮花时间的 但是你们那边是离机场 还蛮近的是吗 没有到真的很近 但是相对起来是 没有到很远 好像去西班牙好了 我觉得是去可能 到机场大概两个小时 但是因为都是欧洲境内啦 所以其实你要去过安检 或是那些护照 那类的东西 其实都很快 有点像是 捷运或是机节那种感觉 就是给他看个东西 然后就是一下就上去 然后你也不用拖运 然后经理拿着就走了 对 就是不会说 想象中可能 还要前两个小时去那边等啊 之类的 不太会去那样 对对对 了解 因为我后来发现 就是欧洲彼此之间都好近哦 我觉得光是美国 从哪里去 就是你稍微飞到那个州 都会好久 真的 因为美国这真的是 就是像我们那时候 在那个大峡谷那边 我真的是开了 就五个小时 都还是一样的紧 就真的 都是一片沙漠 开超久 大峡谷我都还没去过呢 而且不要说别的 我真的时候 我去 我在美国去了 第一个国家公园 就在德州 然后就从Austin嘛 我去那个Big Ben 就打完 然后从Austin出发 我想说 我已经从德州的 心脏症中心出发了 为什么开那么久 已经开了一整天 十个小时 还在德州里面 真的 真的 美国真的好大 对 所以我才会想说 哇 那光是搭飞机 都还要蛮久了 就很烦 而且很多 美国很多 就机场 其实都离 市区超级远的啊 对 对 其实有差啦 对对对 因为欧洲就 每个国家就那么小一个 要远也不会远成多远 对 没有像美国那么夸张 对 那你那时候除了去这些 朴实无华的地方玩之外 有没有去 有没有拿一些 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旅程 或是比较觉得 哇哦 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是这样 有耶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 就让我超意外 因为其实我去瑞士 念书之前 我有去过 东欧那边 奥地利跟捷克 这两个国家 我就是有跟家人去过 然后也有去过英国 然后就觉得 哦就是都是很欧洲 我想象中的样子 对 但是我那时候在 瑞士的term break 就是term之间的那个break 有去克罗埃西亚 就是跟朋友们 搭那个巴士到 那附近 然后在自己租车 在克罗埃西亚玩 然后这个国家其实 就是平常不太会听到 很多人去 我不知道 至少我比较少听到有人去 然后那时候会选择那边 那边物价超便宜 对 然后它其实国家也蛮狭长 就是是一个很长的国家 所以你要开 开蛮久的车程 然后你知道 因为你有看那个 Game of Thrones吗 没有 但是我知道它是不是有 哪里在那里拍的 对 就是它有一个场景是 其实我也没有看 但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就还蛮印象深刻 就是一个类似城堡的地方 然后是在海的旁边 所以就是会觉得 你活在电影场景里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超酷的 对 然后圈崖旁边就是一个大城堡 然后我们就在城堡那边玩 因为我们自己开车嘛 后来我们要到附近的一个小岛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车子 开到那个船上面 然后就开 坐船到那个小岛 然后路上也有遇到海豚啊 就是整个就觉得超梦幻的 我们车开到那个船上 到那个小岛之后 就再把车开下去 在小岛上玩 然后就是海鲜啦那些 就是整个很度假 你知道吗 就是超级舒服 然后物价又不会很贵 大家也都很热情 对对对 它最有名就是它那个 很长的海岸线嘛 因为就是面临那个亚德里亚海 对对对对 我朋友就是他在纽约 跟我的听众讲一下 就是之前来上过多次节目 在纽约的凯西 他暑假的时候去了克罗埃西亚 那选克罗埃西亚的原因呢 是因为那时候就美国有在抵制 欧洲的疫情嘛 所以说呢 如果你去欧盟地区的话 深耕地区 你就14天不能入境 那他就想说完了 不能入境该怎么办 因为他本来还想说 我要去欧洲度个暑假 因为很久没放假了 这样子 结果后来查一查 发现他只能去克罗埃西亚 因为克罗埃西亚不是深耕国家 所以他就是完全就只去那边 就在克罗埃西亚玩了10天 然后过着慢活的生活这样 每天就是打开 看外面的海 他说真的是人也还蛮热情的 然后东西也很便宜好吃这样 对真的 比起瑞士的食物好吃太多 你知道瑞士那时候 就大家最有名的一个食物 叫做Cheese Fondue 就是起司的火锅 整锅是起司 是纯的起司 不是台湾那种 起司锅 不是哦 它是纯的起司的火锅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我自己在瑞士也没有吃过 因为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吃那种东西 但是回台湾之后 我想说带回来给大家吃看看 打开一加热 它整个很像臭袜子耶 然后整个家都是那个 超臭是不是 对那个味道都散不掉 因为你知道起司它是那种 很油腻 就是比较 年纪比较高的那种食物 对 然后锅子也超难行 然后味道也超能散 就是我妈妈就是 就觉得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就到底我怎么要吃这个鬼东西 对 那它是 它是怎样的锅 它是 就里面全部都是起司 然后你自己丢任何东西下去 像火锅一样吗 它就是 因为其实起司就是很粘稠 它是整锅都是起司 然后你就可以拿一根 像是 烤肉叉之类的东西 棉花糖 对 你可以用 大家不会用棉花糖 可能会用面包啊 或者是 一些肉之类的 肉制品什么 香肠之类的 然后就是去沾一整圈 比较像是你吃 那个巧克力喷泉的那种概念 因为用棉花糖去沾 巧克力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听起来就令人不是很想吃 对 然后它酒味又超重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里面要加酒 我那我真的味道真的不行 可是如果像臭袜子的味道 我觉得我们家的猫会喜欢 你说黄帮吗 还是 对啊 我的室友安琪拉的猫猫 感觉他会喜欢 因为他 我们家的猫猫一天到晚都要蹭鞋子 真的啊 我家的猫也是 也是 就健身晚回来 对 健身晚回来 我那个袜子哦 他超爱 他对我是真爱 他应该是蛮喜欢起司锅的吧 我想 应该是 那时候他还没有来 下次带他去欧洲 闻一下那个起司锅 他应该会热爱 对 那你刚刚说去克罗安霞 你是说就是没有想到 那个地方那么好玩这样吗 应该说你为什么会选 那个地方去啊 一方面就真的是因为他便宜 我们那时候是玩 去意大利 然后去 克罗安西亚 好像就这两个国家 因为都还蛮大的 然后去不同城市 对啊 去罗马 就去吃他们的东西 那时候就真的是觉得 我想要去一个温暖一点的地方 然后 东西好吃一点的地方 物价比较那么高的地方 对 然后意大利的酒超爆便宜 然后又超爆 有差那么多吗 我以澳洲的酒不是都很便宜吗 跟台湾比都不贵 但是意大利真的是 就是你去随便小超市进去 然后他可能上面有很多种酒嘛 你也不用特别说 选他的标或是产地之类的 你就拿你想喝的酒的款式 然后他都是在10欧以内 就400块以内 那时候的物价是 的汇率大概40比1 10欧以内的酒 都是随便喝都很好喝的 像台湾可能你真的要喝到 比较厉害好喝一点酒 可能要上千块 但在那边没有 随便选都好喝 对 对啊 我真的觉得就是欧洲的那个酒 真的很像水一样 真的 我到底为什么可以这么便宜 因为产地嘛 产地吧 应该是 就很近啊 就是法国啊 然后都很近 对对对 嗯 意大利的东西真的很便宜好吃 我那个时候去了 我去过佛罗伦斯 然后那一趟还去了 武渔村 就是那个 就海边的那边 真的超漂亮 真的超漂亮 然后东西真的好便宜哦 然后就东西真的很好吃 真的 就是 我就有一种说 我就去一个餐厅 然后吃个 可能意大利面 就是那种很简单的那些食物 跟台湾价格差不多 对 真的 然后又是很道地 很好吃 真的 我也觉得 超喜欢 很想要再去 等一下我问一下 有要讲那个 Kosovo那一段 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就接着来讲这个好了 因为上次就我们 pre录音之前 其实露西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就是她去过一个 你没有想过你会去的地方 就是 科索沃 对 我甚至是 到了当地 去查她的中文 我才知道她叫科索沃 然后会去那边是因为 我的 在 呃 表店实习的主管 她是 呃 Kosovo人 但是她政治避难到瑞士 所以从小时在瑞士长大 但其实她的家乡是在Kosovo 然后她那时候就是 一天到晚跟我说Kosovo多好啊 然后东西多好吃 然后人多热情 然后 呃 屋价多便宜 然后她有一次 她就要回 回去拜访她的就是 跟她的亲人团聚的时候 她问我要不要去 然后呢 我也就傻傻的就跟她去的 想说 哦 去一个新的国家玩 感觉很有趣 我也从来没有听过 这个国家 没有听过这个国家 就只是想 没有想说被卖到某个 不知名的地方 完全没有 就打来自信 然后那时候就在 那个要上飞机之前 我就被拦下来 她就说 哦 你是台湾的护照 你不能去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想说 这到底什么地方 有台湾护照过不了的 对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认生跟国家 你只要有那个 因为我那时候在瑞士 是拿B permit 我只要有那个 permit 我就可以过去 我想说到底有什么地方 然后后来我就上网才 我才知道 哦 原来是科索墨哦 就是一个蛮 应该算是 有一些战争的 新闻 对 会常出现在新闻 就是危险地区的那种国家 对 但是因为那时候 我是跟我主管的妹妹去 然后他们家刚好 有请进去 就是在大使馆工作 所以那时候就有 特别通融 让我过去到他们国家 对对对 那时候去那个国家的时候 我就觉得超酷的 因为那个国家 就是比较少亚洲人会出现 毕竟被列在危险国家 要申请过去也是蛮困难的 比较少观光客去旅游 然后我去的城市又是 不是首都 就是他们住的那个城市 走在路上 就是饱受各种 异样的眼光 他们其实也不是一样 对就是会看着 就你很明显 觉得你跟大家不一样 就明明都是人 但是有一种 他们在动物园 看动物的那种感觉 一定是吧 应该没有亚洲人吧 我那时候去是真的没有看到 然后东欧人 他们的五官又是超级无敌深邃 就有点像是 台湾原住民那种感觉 就是五官非常立体 然后很深邃 很漂亮 对 我自己觉得他们的人是 很帅又很漂亮的那种 对 所以我过去就像一片纸吧 就是很平的那种 五官超级不立体 然后大家就会对着我 一直说 Kina Kina就觉得我是中国人 Kina就是他们语言的 Tina这样 对对 就是说 是中国人吗 然后 他就会在路上 就对着我 就是讲话 然后那时候 我是跟我主管 妹妹还有她的家人一起去 但他们其实看起来 没有那么像 当地人 因为他们也在瑞士生活了 就是几十年 对 然后可能路人们 也不觉得 他们会讲当地的话 所以就会说 我经过他们翻译 我才知道他们是说 看到我就觉得很可爱 很想要吃掉我的肺啊 还是 还是什么 某一个器官 对 然后我当初听到 什么鬼 好可怕 然后来抓一个Kina 来进补一下 对对 到底在说什么 对 然后那个 我主管 妹妹他们就说 就是 是在说 就是她觉得我很可爱 很想认识我 反正就是友善的意思 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就觉得 自己很像大明星 走在路上 饱受关注 对 没有人过来跟你要合照 之类的吗 有耶 其实 那时候就是 真的假的 赶快签名给他 没有到 就是签名 但是我有一次 好像就是在店外面 等 就是主管 等他们在 要剪头发 还是买东西 对对对 然后就有人 过来就说 可不可以跟我合照 说 哦 可以啊 就当于在看嘛 觉得自己超像异类 然后也会有那种 因为他们 我主管他们的那个家庭 也蛮大 那时候我刚到的时候 就所有家族的人 都跑来看我 就这样偷偷的 这样子 就是亚洲女生 对 然后跑来看我 然后也有人说 他在市场 就是有听到别人问他 说 哎 你知道我们 就是城镇来了 一个亚洲女生吗 我那时候看到他 什么的 然后大家就那边 亲切私欲 就一转头 就是你在那里 没有 我不在那边 对 但是就他就跟那个 我主管妹妹 他们的那个亲戚讲 然后亲戚就回来讲 他就说 哦 那时候我就超 proud 就说 哦 那个是我们家的客人 这样子 OK 大明星 大家都想知道 你是哪里来的 真的 到底什么 会有一个 亚洲女生 就是独生来 然后还过 好像很自在 不觉得自己 有任何不一样 对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特别 那你跟他回去几天啊 我去了 好像四五天吧 对 就是一个小小的break 对不对 没有到很久 对 但也是还蛮有趣的经验 对 哦 所以主要是 就跟着他回乡 然后 在那个小镇 是不是有 有去其他景点之类的吗 没有耶 我们那时候 因为我们也是 就同一个 同一个工作地方 所以也不能说待太久 两个人就要赶快回去 所以没有说特别旅游 而且 我光是到那个国家 就觉得我已经在旅游了 不需要再去其他小镇 没错 对 这是哪里 太有一国风情了 已经口 我是觉得我还好 但他们应该觉得 我蛮有一国风情的 对 还蛮特别的 对 那他们那边人呢 是比较东欧那种感觉吗 嗯 我觉得像是 捷克奥迪那种地方 就是会还蛮多 欧洲的那种古建筑 但是Kosovo它就是 就真的是看起来 没有那么多的建设 然后看起来比较穷 盖的房子啊 什么的 都是看起来 怎么讲 就是很一般 然后就平房啊 然后东西就是 路上有泊游路吗 就是会 还是会有那种沙土路 对对对 所以看起来不是一个 非常富裕国家 看起来就是 还在发展当中 对 嗯 他们是讲俄文吗 他们是讲他们自己 国家的语言 就是当地的语言 我其实不太知道 那个语系 我觉得他们国家 整体给我的感觉 很像 我之前有去尼泊尔 就是整个东西 看起来都是沙尘啊 然后有点土 但是当地的人都很热情 对对对 发展中国家的那种氛围 对 就纯朴 发展中国家的人 通常都还蛮热情的 不过有可能是因为 在比较温暖的地方的人 都比较热情啦 有可能 对 其实也是 对对对 好酷哦 科索卧 这应该没有想过 会再去了吧 还是有可能会再去 我觉得 可以去别的地方啦 不一定要再回去 体验了 体验了一轮 对对对 但那五天 他们 应该都是要靠翻译吧 他们 大部分都不会讲英文吧 就算他的家人 嗯 他们的家人都是会讲当地语言的 因为他们就是那里的人 哦 我是说 你可以就是不用他们翻译 直接跟他们聊天吗 如果你跟他们当地的家人的话 要看程度 他们有一个家人是英文教授 然后他们那家人的英文就都蛮好的 所以就是 有办法聊天 对 但是就是参桌上可能 不会 就那几个会讲英文的 会帮忙翻译 然后给其他人听 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会跟他们讲说 哦 你是台湾人 或是要需要自我介绍吗 会啊 而且台湾 因为其实 诶 我讲到一些政治 应该是OK的吧 无所谓 我们很常在讲 好 对 因为台湾跟那个 就是大陆那边的关系 有点像是科索沃 跟他们附近 有个国家的关系 有点像 只是我们不会打起来 然后他们会打起来 塞尔维亚吗 好像是塞尔维亚 对 塞尔比亚 对 这应该是塞尔维亚吧 嗯对 我一讲我们的处境 他们就完全可以 就是感动身受 就知道那个是什么感觉 对对对 然后但是 我有跟他说 我们的状况 我是不会说是 会有战争这样子 对 但是他们跟 那个塞尔比亚 他们就是真的是 世仇的那种 对对对 哦 为什么我会突然讲到这个 是因为其实 我昨天 就是心上的一集啊 是我的朋友 然后他主要是在讲说 他去 波罗的海三小国 他去拉脱维亚的时候 然后发现了 他在那个旅途之中 跟当地的人聊天 发现 介绍台湾最好的方式 就是聊到这个 因为欧洲实在有太多小国家 他们历史上面 就是被各种大国入侵 然后像拉脱维亚 就是被 可能被 神经被俄罗斯啊 或被德国啊 入侵啊 所以他们对这些 这种部分的历史 都非常能够感同身受 对 就你一讲 他们就说 哦 就很像我们国家 跟那个什么什么啊 他们就 就会很有共鸣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 对啊 所以这一点 我真的没有想过 因为我可能也没有 就是认识 欧洲小国家来的人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 哎 原来是 居然是可以跟台湾处境 有共鸣的 对啊 我也觉得很特别 但是 因为我去之前 没有预计到 自己会去科索墨 就是 没有想到是这个国家 所以没有特别想太多 但是那时候 跟 他们聊的时候 就可以还蛮可以感受到 他们真的是 有被压迫 嗯 然后 实体上的被压迫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会影响到生活的那种 那时候就 聊满过这部分的 科索墨是 搭飞机去吗 还是要怎么进去 我们是搭飞机去的 嗯 了解 好哦 旅游部分聊的差不多了 那你最后 有没有跟旅游相关的 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分享 比如说 预算很少 我想出去玩的小瓶步 但这个你刚才讲的 就是 是因为你都是平日去 所以就本来就比较便宜 这样子 我觉得有 诶 但我觉得没有到 这份有没有到很特别 有一次是 那时候我就真的预算很少 但又想要在 呃 圣诞节的时候 去那个 慕尼黑的圣诞市集 就是很有名 对 然后那时候 我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 约要一起去那个地方 但是我找他在天岛 然后 我就先去住一个Airbnb 然后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是 他就是一个空间 然后没有隔间的那种 然后所以我跟屋主 屋主是一个男生 对 呃 秃头的中年男子 对 然后我就跟他睡在同一个空间 就可能床是在 房间的两段 因为像客厅啦 一个很大客厅的两段 对 然后 他有拉布啦 对 但是 我的床旁边 就是是没有拉布的 我那时候是觉得 还 我胆子蛮大的 对 你胆子蛮大的欸 居然敢自己 自己去住 哦 我觉得我可能是老了 这样的旅游方式 我没有办法handle 我觉得我现在也不行 但那时候就想说 哦 省钱吧 就 不太会出什么事吧 然后就赌一把 但是那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他对我蛮好 因为他话不多 但是我一去 他就 他就问我说 哦 我来这边干嘛 是不是要去那个市集 我说他对 然后他又是当地超local 他就带我去 甚至帮我付 每一餐的那个什么 热红酒啊 那些susage 那类 对对 除非是我自己要买经验品 不然就是吃饭都是他 他付 然后 他好像也常常去 所以跟那些摊位的人 感觉就是多少有认识 然后就带着我 去逛的那个市集 我这时候是觉得 还蛮感恩的啦 然后 蛮幸运的 但是那时候 因为那个还没有过年 对 然后就想说 他对我这么好 到底是 为什么呢 对好奇怪哦 对 然后 等一下 先买养肥 像那个 那个什么 像那个糖果屋的巫婆 他等一下就帮你煮来吃了 带宅的小羊 对 然后后来回家之后 他还说 哦 刚喝应该会不够吧 那我们都还来喝点酒 然后他还拿 我就拿出那个 他奶奶做的 因为 他们都会吃那种 有点圣诞蛋糕 就有点像是 我们的棒蛋糕 再硬一点 然后就切 切那个 他就说 这是我奶奶做的 就是 和你吃 我觉得这是我吃过 最好吃的圣诞蛋糕 这样 然后那边喝酒 然后吃那个 但是 吃的 胆酸心惊 喝的 就一直让自己保持清醒 这样 也是 也是蛮好玩的 对 但当然 就是平安的 度过那一晚 对 不就还好 平常你在学校 瘦的喝酒 训练已经很多了 一点点没问题 真的 每次presentation之前 都要shut 所以上去 才有办法讲文 真的假的 可是我真的觉得 有喝酒 英文讲的比较流畅 对 就不会在那边 想一些 就是很顺算 就算文法不对 但大家都听得懂 然后也是很顺的那种 对 因为我其实之前 有看过类似的 那个文章 就是有研究 因为他们就研究说 难道喝酒 讲第二语言 是因为壮胆 你才讲的比较流畅吗 好像不是 只是因为这样 好像你喝酒之后 脑子里面 关于语言那边 会有某种地方 比较 就是连结 起来 所以你的第二语言 你反而会 讲的比较顺 哦 是哦 好酷 这是真的 我是认真的 我只要就是 present之前 我真的都会 都会 真假的 真的 因为我那时候 刚去的时候 还 就是口说没有那么好 然后那时候 我跟一个就是 香港人蛮好的 然后他是英文超流 那种 然后我每次 出去跟他喝酒 他就说 你这次喝酒之后 就是英文变超好 你以后就真的 就这样办 然后我就真的酿办 然后就真的很成功 都会乱搞 可是你喝酒 会脸红吗 不会啊 我觉得看起来 超正常的 我就会醉了 在倒下去前一秒 我都看起来超理智的 哦 那这样比较好 因为我喝一点点 就是离醉 还有很远 我就会整个红 所以我没有办法 去presentation 之前喝酒 所有人都会知道 我喝酒了 对 好险 好险 我那个粉够红 我也没有到很红 然后再 那个拍个粉 对 那那个德国 Airbnb 你是去之前 就知道是坐在他的客厅 是不是 我有点忘记 我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但是因为圣诞节 超级难定 然后那个又是最便宜的 所以我就想说 我就读读看 没什么选择 对 然后在那之前 我好像也 没有一个人 坐过Airbnb 哦 对 你通常在欧洲旅游 你都是一个人吗 还是你会 通常都有旅办 都有耶 像刚说的那种情况 有 就可能大家时间 没有办法配得那么准确 就会先到 后到之类的 一个人出去玩 可能就比较在瑞士境内 因为排班嘛 你就会 我会一个人去爬山啊 然后就躺在草地上 因为人很少 然后就会 各种的 就是郊游类型的 但是如果是旅游 通常我会找伴啊 就是 就算是两个女生也好 就是 也比较自在一点 对对对 嗯 瑞士应该就自然 真的自然很好吧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去哪里 应该都没有问题吧 是啊 就超级好 就是其实瑞士人的 呃 英文没有道 真的很好 而且口音有点重 而且他们就算会讲 他们也不想讲 他们觉得 哦 不想讲 你在德语区就讲德语啊 对 你在法语区你就讲法语啊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英文 就算他听得懂我在讲 好硬哦 对 他也会用德文回我 所以我就是用我超破德文 去理解 他都会在讲什么 对 哦 你是本来就会吗 还是你是去那边 就多少学一点 诶 我那时候去之前 因为我很怕 我在学校 人家用英文教我德文 我会听不懂 所以我就在台湾有学半年 然后去 他也有德文的课程 然后再上那边的课程 所以那段时间算不错 但是后来就是单字量够啦 后来就比较 没有在用 就没有 没有那么厉害了 对 哦 没关系啊 现在就去旅游的时候 会用就好了 只要看得懂菜单 跟地标就可以了 没关系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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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因为像在美国 我就觉得应该要学西班牙文 因为至少你会 对啊 不然那个菜单上面的东西 你都看不懂在写什么 对 我也觉得 对 瑞士圣诞节有什么特色 还是说其实没什么特色 我觉得他们的圣诞节 就是很欧式啦 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是那样 圣诞节的市集啊 热红酒啊 然后姜饼啊 然后有一些就是sausage类型的食物 然后 哦 会有那种超大圣诞树 然后会有那种溜冰的地方 其实跟美国也蛮像的 只是他们的圣诞市集 又更欧式一点 嗯 天际不一样啊 你有在那个Austin度过圣诞节吗 还是其实没有 没有耶 我圣诞节是在纽约过的 哦 那一定比较有气氛 因为南边德州就没有什么圣诞节气氛 因为很热 哦对耶 好像是 对 然后那种在纽约过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有feu的 那个超级大的圣诞树 然后还有在什么 6th street 诶是哪一个street 5th street 我忘记 然后整条都是精品街的那边 然后全部都封街 然后大家就在路上走 嗯 好吧 之后有机会 真的是要去纽约过一下圣诞节 因为真的太贵了 就觉得好像没办法去 对 我那时候是找附近 就是中心附近的饭店 小饭店 我觉得还不错 去一下 超赞的 好 那就许愿明年圣诞节 可以去下午之后 好哦好哦 今天好像好像也差不多 我想一下 哦 我知道了 中间有一个那个点 你是说 科索沃的主管 他带头在家抽大麻 是吗 其实我们 我真的觉得我 瑞士时期 是我人生最快乐的6个月 很开心 心理跟生理上都很快乐 因为那个我们主管 他本身有在抽 先说瑞士在家里 抽大麻是合法的 只要不要超过一定的量 都是合法的 然后那时候主管 他自己也会抽嘛 然后他认识当地 就正在种大麻的朋友 所以我们那时候 拿新鲜的叶子 都是超级便宜的那种 那时候 因为我们那几个人 都蛮喜欢抽大麻的感觉 就是平常是没有在抽 但是抽大麻就是超级舒服 就很像 你已经喝了超级多瓶酒 的那种感觉 你只要吸一口 就直接上头 飞在天上 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每天就是上班 三四千公尺的山上卖表 然后就在仙境嘛 就整片是白的 然后下山之后 就是小吃个饭 我们大家还会一起做菜 因为那时候 还蛮多大陆人的 所以大家就一起 煮一些亚洲料理 吃完之后 就开始大家一起抽大麻 就觉得人生真的过得很舒服 因为我们那个 住的地方是 在一个斜坡上面 然后我们就会 抽完之后 坐在滑板上 然后溜那个斜坡 就觉得 天旋地转 然后时间过很慢 就每一个肌肉在动的那种感觉 都可以体会得到 然后撞墙也是 你下一秒才感受得到 下一秒 不过好像是 就是你所有的感官 都会放大 对 然后时间的流逝 你可以感受得到 每个人 我可能往左 就平常 我们会觉得很快 他往左动一下 很快 但是上红之后 就觉得 他刚刚往左了 然后就是这种速度 就是很慢的 这种 真的 这样子 突然很渾 我知道 就是有一种 跟对方讲话 都好像跟 用传声筒 在讲话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而且是你要真的是花力气 你要讲一句话 开始一句话 你是需要花力气去开始 就是 每一个动作 都是你要花力气去控制 很特别的体验 你有收获吗 有有有 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 我好像不太不得要领 所以那时候好像抽了很久 然后才有一点点感觉 就终于好像就比较嗨了 那时候是去荷兰的时候抽的 然后因为荷兰也是蛮接受的 都是那个 对啊 那个 Coffee Shop嘛 就是你买这些进去 但你一进去就放话里面 就是都是烟 有没有 然后大家看来都很嗨 反正我那时候 我有吃过软糖 然后也有吃 也有就是抽过那种的 可是就觉得好像 没有到很很 的确是还蛮嗨的 但没有到那种 我想象中你刚刚讲的那种 在先进的感觉 可能是剂量不够吧 因为平常不会抽烟 然后不太会吸 我觉得手吸之后就会 因为我一开始 也是直接抽纸 我们就直接吵 就是用卷的 然后后来有用蹦 就是用吸的 然后用吸的 那个上红的感觉会很快 其实一开始几次 你可能不太会有那种 享受的感觉 就是觉得 哦好晕哦 然后这么一下 你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但是等到你就真的 每天在抽 然后 呃 时间拉长就会觉得 那是一个很快乐的 休闲活动 很快乐的休闲活动 对 至少那个瑞士人可以 还有大麻这个选项 不然他们实在太闷了吧 对啊 真的 而且那时候我们都是 抽新鲜的草 就是 新鲜的草 你说 对 她的朋友是这样子 没错 那边还是要处理啊 好 那我来做个结语好了 好 谢谢露西来跟我们分享 她的瑞士生活 好 我们一开始呢 先大概介绍一下 露西为什么会去 瑞士念饭店管理嘛 因为双联学位的关系 那在学校生活 就是很多才多姿啊 都住在学校 吃喝都在学校 然后 可以看 有钱的同学 如何 如何花钱 在生日的时候 大撒钱 开香槟 请大家 还有在学校饭店管理的时光 也是非常开心 就是课程很有趣 评酒课就喝得很轻啊 然后也有一些很有趣的时 做的课程 比如说 诶刚刚说的那个是什么 阿 阿 阿拉卡 阿拉卡 我觉得这真的好 好可爱的名字 呃 非常多才多姿的 在学校里面生活 然而更厉害的是 学校以外的生活 她后来呢 在那个少女风的游客中心 呃 实习 卖表这样子 然后除了业绩非常好 有一种每天赚大钱的感觉之外 生活也过得非常的开心 除了跟同事 每天下班一起煮饭之外呢 还有一些像是抽大麻 或是一起旅游的活动 然后跟主管也过得很开心啊 甚至跟实习的主管妹妹一起回去科索沃 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去科索沃这个国家 这样子 然后那除此之外呢 在瑞士当然一定要去附近的国家玩啊 所以她也跟我们分享了她平常 朴实乌华的休闲活动 就是可能去西班牙买衣服啊 去意大利的亚超买菜啊 没事就搭个飞机出去啊 搭个火车到处去玩 这样子过得非常开心的生活 刚更早之前 她其实主要还花很多时间在讲 瑞士人 就是瑞士文化这样 比如说她就跟我们分享了 瑞士真的很冷吗 答案是没有 其实非常舒适 然后瑞士人是真的很准时吗 没错 他们就是一分一秒都不会差 跟她约几点 她就会准时出现在那边 一秒都不会多 然后还跟我们分享了 就是瑞士人 他们独特的文化是 虽然他们就是有德语区 法语区 意大利语区 但是身为瑞士人 还是有他们独特的骄傲 就是比较冷静的类型 对于他们比如说精致工业啊 手机率 就是其实是 觉得是他们国家很不错的文化这样子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比较令人惊讶的是瑞士人 可能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关系 所以比较压抑 自杀率还蛮高的 嗯 好 以上就是露西刚刚跟我们分享的 她在瑞士的生活 好的 露西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突然想到的有没有 好像都OK的 都差不多了 OK是不是 对 好哦好哦 没问题 那就这样子吧 好 我们接下来就要做个Ending 等一下跟我们听众说拜拜这样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露西 拜拜 谢谢露西 大家拜拜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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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